做氣時階梯的時機 我們通常會是在25%的行進坡度的坡面上 才會考慮設置時階 因為大部分登山客不喜歡走時階 那其實以現在我們的這個姿勢坡度來說的話 它其實也不到要做氣時階梯的程度 但是我們在這裡做氣時階梯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這個地方產生了一個充實的凹陷 然後我們可以在這個沖石凹陷的最底部 選擇這種不會動的兩側的石頭 作為它的底部的基礎點 我們可以看到水沖到這裡的時候呢 相對來說它就會止住了 那如果我們這邊把它圍起來 我們用氣時階梯的形式 圍起來以後裡面回填石頭 讓這個坡面呢恢復成類似是原來的土面的話 那就可以達到解決沖石溝的問題 讓它變成土坡 所以這邊做氣時階梯的目的是這樣 我現在在做的事情就是在整理路面 這整理面看起來很漫不經心 應該其實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會需要把腐植液丟掉 腐植層要先清掉 不要埋在土裡面 因為它容易會產生後續 假設它腐爛的話 它會在這個地方積水 我在整理的時候 我會把小石頭放在我待會要用的地方 那通常做氣時階梯 無論如何一定是從最底下開始往上做 所以這就是我們選擇這個點開始開挖的原因 那在進行開挖之前 我們整理完面之後呢 大概評估一下 這個石頭 我們大概需要兩顆到三顆 那我們要去現場找石頭 通常我們去挑石頭的時候 最好是挑像這樣子的 有一個平面 這個平面是踩踏面 然後呢 這個平面是行進面看到的面 這兩個平面至少是平面是最好的 那如果有三個以上的平面 當然會更好做 但是如果呢 它的屁股這邊 石頭稍微有一些尖尖的 那種做起來也會比較穩 就因為我們開挖的時候可以稍微 把它的那個基座挖身 然後它再種下去的時候 石頭比較不會晃 那 目前我們先想好 你選來的石頭 配合這樣的地形 你要怎麼放 想好再開挖 這樣子會比較 那我們現在打算是 運用這個 這個面 跟這個面 去做一個固定 好然後呢 在這個面 銜接這個面 然後所以這個地方要開挖 那因為這邊比較厚 所以我們看清楚了以後呢 這個地方其實 就要開挖的面積會比較大 好就開挖的時候 就把土放到 待會要回田的地方 然後呢 開挖的面 內側要稍微低一點點 讓它 整個完成面呢 會保持一種龍抬頭的樣子 大的挖掘之後 再用小的 我們盡量把石頭抬到我們要的面 然後再做 底下石頭的塞 然後先做假固定 待會我們要等兩個一起 好了以後再 再進行真的固定 假固定完了之後 要前後稍微看一下 看它 要轉接的這個引導性 好不好 盡量這個面要保持水平 然後這個可以接得越緊越好 石頭不一定要打到裂 因為打到裂的話 有時候會失去固定的效果 好 所以就是 湯石比較重要 有多一點石頭層的話 土比較不容易陷下去 好 所以這就是我們剛剛 為什麼要把土 跟石頭放在上邊坡的原因 因為我現在就可以拉下來 現在 就要順便把這個 溝一起做完 一起回田 一起洗安堵 好 因為我們這邊只有做一階 其實最下面第一階 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 這個階高呢 盡量不要太高 像這裡 差不多是 十三十四公分 最後一步下來的時候 這個面 踏步是最用力的 然後呢 如果真的有很多的水沖下來 以這裡來說是還好 假設是一個比較陡的坡 這一步又落差很大 腳踩很用力 水掉下來 在這邊會產生一個瀑布刮石的效果 所以呢 這一步其實一般來說 底下要埋類似像這樣的石頭 在這一塊 好 確保人踩下來的時候 這一塊不會越來越凹 然後落差越來越大 那現在是因為我們這裡剛好 這一塊 就人踩下來的這一步 剛好其實它本來就有石頭 好 所以這個就可以發揮 讓人踩 然後水下來也可以消能的效果 就是一個清潔的效果 但是要不排用 是有些的 對面的效果 都有些的效果 是有些的效果 是有些的效果 這是最新的效果 是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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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用來的效果 提供用她的效果 是有的效果 有的效果 是有的效果